上巴士前告別 家人縱然有千百個不捨 俄羅斯總統普親部分動員 軍令如山 30萬人應招入武 本來說號只徵招後備軍人 現在卻有俄羅斯獨立媒體報道 國民衛隊跟憲兵直接闖入校園裡 在教室拉夫充軍 俄羅斯母親哭著質問普京到底為何而戰 不想上戰場的人只能逃難 從高加索的喬治亞到西邊的芬蘭 邊境通通塞滿逃難車潮 請坐 與此同時烏克蘭的清俄地區也傳出遭到烏軍空襲 一辆巴士遭到击中 乘客抛出车外当场死亡 即便乌军奋力反击 也阻止不了亲俄区自办入俄公投 公投所几乎布置完成 占领区包括乌东的 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 以及乌南的赫尔松等四区 俄罗斯用公投替兼并正当性背书 但是国际不会承认 亲俄民众早就等不及 俄罗斯牢牢紧抓占领区 扫除全面退败的传言 TVB全众报道